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妮小姐 我今天请你来呢 就是来请你帮忙的 明白了 那我们主食就做饺子 然后其他的我来 首先您先帮我把这个垫子放到这个里面 将一些不相干的食材放到一起 烹饪出最美味的佳肴 就像将一些不相干的人放到一起 碰撞出最有趣的故事一样 在烹饪的过程中 让食材的味道相融合 让人的情感相贴近 更让那些不好的味道和记忆 都变得蘑菇不清 直至消失不见 人生啊 还有比这更美好的治愈方式呢 来 来 吃饭了 来 吃饭 来 坐 我跟你说啊 这个饺子可是我自己亲手棒的 虽然我今天是第一次做饭 但我觉得这个味道肯定不会差 嗯 李啊 永远是这么自信 你别忘了 老师是谁啊 你同意了 你看都这样我能不同意吗 对了 安妮 那以后你要好好地对我们家好钱啊 也得好好地照顾她 知道没有 一定的 妈 你看你 哎呦 你看好久都没叫我妈了啊 哎 有句那个俗话怎么说来的 就是娶着媳妇忘了娘对吧 这还没娶呢 就知道护我珍惜 吃菜吃菜 尝尝你妈妈的手艺 对啊 你嫂子啊 嫂子要 嫂子要糊了 哎呀 你又我吗 先去吧 好 吃 好 我尝尝 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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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我最喜欢的钢琴曲 是吗 为什么 因为这首曲子之后 有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 我强给你听 好啊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叫帕赫贝尔的德国男孩 因为战乱 沦落到了英国 被一所教堂的钢琴师收眼 在琴师的日渐熏陶之后 她也学会了弹钢琴 在旁边的镇上 有一个女孩 听到了她的琴声 爱上了她 女孩不顾父母的反对 执意要拜她为师